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杂辟玉品第一 梵天情法六世 再者 世尊 久远无量阿僧奇节以前 这个严芙提世界有一位大国王 名叫梵天王 他有一个太子 叫谭摩前 喜爱正法 派人四方寻求 却毫无所得 太子求法不得 十分苦闷 帝世天 知道了他的一片至诚之心 就变成一个婆罗门 来到宫门前说 我知道正法 谁如果想听 我可以给他讲 太子听到后 立即出来迎接 双手 双手接七足 恭敬做礼 将他接引到大殿中 铺好座位 请他就座 然后和长说道 恳请大师 慈悲 为我说法 婆罗门说 学法是件艰难的事 必须长期跟随师父学习 然后才能得到 为什么你这么轻易就想听闻呢 这与理恐怕说不通吧 太子回答道 需要什么 请大师尽管吩咐 我的身体和妻子 孩子都不足为息 婆罗门说 假如你现在能够造一个大火坑 深石杖 里面充满烈火 自己跳入火坑中 以做供养的话 我才能赐给你法药 当时太子立即照他的话 造了一个大火坑 国王与夫人 群臣 宫女 听了这话后 心里极不平静 全都聚集到太子宫中 劝说开导太子 并请求婆罗门道 请你以慈悲为怀 为了我们 不要让太子投入火坑吧 无论您需要什么 国家 城市 妻子 孩子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 都可以供养 侍奉您 婆罗门说 我不强求 完全随太子决定 能那么做 我就说法 否则 不说 大家看他们决心如此坚定 只好漠然无语 于是国王派遣使臣 乘着八千里相 向严福体内的一切民众宣布道 谭魔前太子为了求法 七天之后将投身火坑 若要观看的人应早来集会 这事 小国王们和四面八方的民众 都扶老挟幼 纷纷聚集到太子的住所 常跪着合掌 异口同声地对太子说 我们臣民 就像依靠父母一样 仰赖太子啊 如果您现在投入火坑 天下的人 都将如丧失慈父般 永无依靠了 希望您能怜悯我们 不要因为一个人 而抛弃一切众生啊 太子对众人说 我在漫长的生死轮回中 曾无数次丧失生命 生在人中 因为贪欲而相互杀害 生在天上 寿命终结时 感受失去欲乐的忧苦 在地狱中 感受火烧 汤煮 以及斧 锯 刀 挤 灰 盒 剑术等损害之苦 一天之内 所丧失的身体 不计其数 痛彻心髓的感受 无法用言语表达 在恶鬼道中 百毒钻身 做畜生时 身肉供众人食用 负重吃草 受苦 无量 我白白感受 种种的痛苦 浪费生命 就是不曾为法 而发过善心呢 我现在 以此臭灰的身体 来供养正法 你们为什么要阻止 我的无上道心呢 我舍弃这个身体 是为求佛道 成佛以后 一定会赐予你们 五分法身 也就是 戒身 会身 定身 解脱身 无解脱之见身 众人听后 都漠然无语 这时 太子站在火坑边上 对婆罗门说 恳请大师 先为我说法 如果我先死去 就来不及听法了 于是 婆罗门便为他 宣说了这个记忆子 长行于慈心 除去会害想 大悲闽众生 皆伤为雨泪 修行大喜心 同己所得法 救护以道义 乃因菩萨行 婆罗门说完这个记忆子之后 太子便准备跳入火坑 这时 帝世天和梵天王 各抓住太子的一只手 则被并劝说道 严福题内的一切众生 都仰赖太子您的恩德 才各得其所 现在您如果跳入火坑 天下的众生 就如同失去了慈父一般 为什么一定要自我牺牲 而抛弃一切友情众生呢 太子谢绝天王就沉迷道 你们为何要阻止 我的无上道心呢 诸位天人和大众 只得默默无语 于是太子就举身 跳入了火坑 这时 天界和大地一起震动 虚空中的人们 同时哀嚎痛哭 泪如雨下 这时 这时火坑 太子弹魔前 就是现在的世尊 您呢 世尊 您当时为了教化众生 那样勤苦的求法 现已功德圆满 更应当以妙法甘露 滋润这些枯搞众生 为什么却要舍弃他们而入涅槃 不肯说法呢 这些例子 是非常显得显得 所以 我们佛法里边 所旧行的呢 要达到的呢 是人天道 把 基本的善 具足 本能恶 要 使自己的身心 一点的清静 这样 我们 啊 身心的状况 实际上呢 是达到了 啊 一个高度 达到了呀 啊 在这个世界之中 六道之内 啊 一个 比较高的境界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 可能 才能够啊 进入佛道 啊 修行佛法 承担责任的 如果我们自己 啊 不能够达到这个高度 很可能 啊 我们 啊 就会 流浪在 恶着 啊 这些境界里边 啊 可能 我们福得不够 啊 还被生活所迫 为生计所累 啊 想学佛 在我们看来呢 还是遥远的事情 啊 或者 啊 我们啊 流浪在富贵之内 啊 被富贵啊 啊 种种的 娱乐 所牵引 啊 不能够 摆脱出来 啊 所以我们 学佛修行啊 必须有 把恶 断尽 把善 圆满 使自己身心 清净 达到了 这个基础 以后啊 啊 我们 才能够 容易的 进入佛道 啊 这是个基础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那么 我们看这三个故事 就知道 因为 佛祖当年 作为国王 或者太子呢 都能够啊 用啊 正法 影响 他的国民 用自己的福德 啊 资助 他的国民 啊 所以呢 啊 他在 最初的阶段 已经啊 和这些众生 结下了 深厚的姻缘 啊 这些 呃 国民 都 深深的呀 受到了 啊 佛祖当年 恩惠 所以啊 当 啊 国王也好 啊 太子也好 舍生 求法的时候 啊 就能 得到这些 国民啊 啊 忠心的爱戴 啊 真心的劝住 如果我们 不能够把恶断境 把善圆满了 和啊 自己有缘众生 建立起 啊 这个善缘 我们这个 修行的过程啊 会受到 重重的阻碍的 啊 回头来啊 可能我们 还得啊 把这些 关系理顺 啊 还得啊 把这些问题 解决了 否则呢 啊 一旦 我们求到了 正法 当我们 想 去 度化 众生的时候 人家呢 啊 来骂你了 来 攻击你了 啊 或者人们 不来听你的了 这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 前期 修行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 大家修行 啊 通过佛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啊 慢慢的呢 把恶断尽 把善 使自己身心清净 啊 就是要解决 这三方面的问题 啊 要解决 我们身体啊 啊 种种的 啊 病苦 使自己的身体呢 啊 保持 真正的 清净 光明 啊 将来呢 啊 可以 不受身体病苦的影响 啊 那么第二个层面 要解决我们意识里边的问题 啊 把我们 意识里边形成的种种的业力 啊 业因 通过修行 通过佛力 啊 慢慢的化解 消除 啊 第三个呢 要把我们 啊 和众生的关系里顺 啊 把恶缘 啊 转化了 消除了 全部转化为善缘 转化为清净的法缘 啊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准备工作呀 啊 我们看了佛祖当年的历程就知道 佛祖啊 啊 啊 那就得靠一辈子 一辈子 一点一滴的努力 使自己的身心呢 啊 保持一个啊 真正善的状态 啊 从 生口意 种种的方面来帮助啊 他的国民 这个样子啊 长远的建立一个啊 山缘啊 建立一个法缘啊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啊 从这一点 我们也能看到 我们呀 现在的路和将来的路 啊 我们现在 啊 生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学习佛法了 懂得因果道理了 我们再不能啊 啊 和众生结恶缘了 啊 一切众生 要结善缘 啊 要结清净的法缘 啊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啊 清净的 助众生 啊 教化众生 给众生啊 施以无畏啊 让 所有的众生啊 和我们有缘的众生呢 从我们的 努力中间 啊 得到 解脱 得到 依靠 啊 那么呢 将来啊 我们和这些众生呢 同样啊 就能够像佛祖当年 作为国王 作为太子 那样啊 他和他的人民 啊 之间的关系 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不能仅仅是看了这些故事 啊 理所当然的认为 佛祖当年作为国王太子 他应该这样的 啊 不是应该的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太子 对众生也说了 啊 他说他在漫长的生死轮回中间 也曾经无数次的丧失生命 啊 在人中呢 因为贪欲 啊 而遇到 伤害 作为畜生 啊 被众人失用 啊 作为天人呢 啊 当 受命终结时 也感受到 失去欲乐的忧苦 啊 在地狱时 感受到 啊 种种的苦心 啊 在六道中间呀 啊 他都是 反复的 生死轮回 感受了种种的痛苦了 所以呢 啊 建立起 出离的心 慢慢的 断恶 啊 从六道里边 从三恶道中间呢 慢慢出离了 啊 慢慢的行善 善 圆满了 啊 身心 亲近了 啊 和众生 结了都是圆满的善缘了 啊 这个时候 就要求取佛道了 求取解脱之道了 啊 这个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 想处理了 而自己呢 和这个世间的种种关系 基本上也理清楚了 啊 不被世间的种种业力 业缘 牵缠了 啊 这个时候 自自然然啊 啊 就要学佛了 啊 所以从这条 啊 我们也要明白 啊 明白这个道理 啊 现在我们 啊 提倡大家呢 啊 要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是基于啊 我们现在 啊 性的状况呢 啊 都是恶 比较多 善 啊 比较浅薄 轻 还不清净的状态下 啊 基础上 我们提倡的方法 啊 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 佛力的加持 啊 我们 也可以 逐渐的 达到这个高度 真正的 清净了 也能 也能够 佛 啊 啊 也能解脱 啊 这一点呢 啊 要明白 学习这么多 啊 看 自己 结合起来 啊 知道无 以及方向 和次第 这位婆罗门 造一个大火坑 深石杖 里面充满烈火 自己跳入火坑中 以作供养 啊 那么婆罗门 曾能赐给法药 为什么是大火坑呢 为什么要充满烈火呢 这就是我们众生的现状 啊 我们众生啊 活在六道之中 可以说就活在这个大火坑里 这个火 就是我们的无欲 啊 各种恶着 因为求不得 啊 因为啊 种种的欲望 心中啊 生起了 种火 这个东西 如果太子想得到法药 那么就要做好啊 跳入这个火坑 啊 用佛法 救度众生 使众生啊 摆脱五欲六成 摆脱贪嗔痴 啊 从这些 啊 欲望的火里面 解脱出来啊 啊 这种准备 啊 如果这个准备 没有做好 如果没有这个 那么咋 也是当做耳旁风就过去了 或者呢 啊 就当做一个珍宝 常入宫中 供奉起来 啊 就没人管他了 这个呀 是啊 我们很多人 学到佛法以后的反应 啊 这样学佛法 是没有益处的 没有用的 啊 我们学佛法 啊 就要用 啊 学到佛法 首先要改变自己 当自己成就了以后 就要改变别人 改变众生 啊 这是佛法呀 啊 普遍的 啊 用处 普遍的 啊 用用规律 所以这位婆罗门 提出这个条件 啊 可以说呀 深合佛道 啊 深合佛道 啊 那同样 我们想想 啊 如果啊 是这一类的条件 摆在面前 啊 我们能不能自己的 贪欲 啊 自己喜爱的东西 慢慢的 看淡 放下呢 如果我们不能看淡放下呀 啊 从心里边 啊 不执着了 恐怕佛法呀 啊 我们是进不到的心里边的 不能够真正啊 从佛法里边 受益的 啊 不能够真正的让法语 使自己的身心啊 清凉的 那么 那么学法是无益的 啊 所以 啊 当太子 坚定信心 啊 毫不悔改 真正的 跳下去的时候 啊 那么这个 啊 火坑 啊 就变成了 清凉的大海 啊 就变成了呀 清凉的 莲花 啊 这个变化 变化在哪里呢 啊 变化呀 变化在自己的心 变化在自己的行为 啊 自己的心力 影响周围众生啊 周围众生啊 被佛法 被啊 这位太子 感动了以后 回心转念 啊 真心忏悔以后 啊 由 贪嗔痴 转变为啊 啊 戒定慧 身心清凉以后 境界变化 啊 一切为心造 心变了 啊 境界啊 才能变化的 啊 这个故事 就讲的是这些 啊 所以我们 学习这些故事 啊 看到佛祖当年呢 啊 为法忘区 为我们 为众生 求取 到时候啊 啊 舍弃了一切 啊 承受了种种的苦难 啊 可以啊 失去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 佛法 啊 就要知道 佛法的珍贵 啊 我们学习佛法 不能把佛法 啊 啊 看清 啊 看 太容易了 如果我们对佛法 不珍视 恐怕不能成就 所以我们啊 明白 如果我们的心像佛祖那样真诚 能够啊 把我们啊 六根六成 啊 六十 种种的外在的幻象 全部的啊 看穿 我们 这一世啊 通过修行啊 也是能够成功的 ㅋㅋ 还 medi